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中華民國112年5月29日星期一 那現在是下午時間 那氣象喔 有報導颱風喔 那個會插邊 應該不會進來啦 不過可能會不會帶來雨量或什麼 不知道 而且我們這個玉盒包呢 現在已經是成熟了 已經都成熟了 所以呢 少量這量一點點的玉盒包呢 趕緊把它摘回去 摘回去吃啊 不然到時候如果 那個金龜子來啦 或者颱風來 或者下雨雨量多 又壞掉了 那就沒菜了 這個玉盒包 今年玉盒包這樣 果實很漂亮 又大顆 然後又甜的 上一次吃的時候 因為還沒熟 不甜 那現在應該已經熟了 應該很甜了 我們今天就把它全樹的 把它摘回去 那我們玉盒包呢 每個園區裡面都有 那今年呢 產量不是很多 一點點而已 所以 呃 就是大家都有的吃 但是 量不多啦 頂多一個人 吃個幾顆 這樣有漂亮啦 不錯 不錯 今天全部收起來 好 家人全部分一分 大概也沒多少 只吃兩顆 只吃兩顆就好了 那家裡那顆玉盒包呢 沒半顆 老媽說 家裡那顆玉盒包呢 被那個松鼠 碰棄了 吃了一顆 齁 你這怎麼不需要直接 為這裡剪掉 等下我們把它收完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修剪啦 會把這個 枝條 齁 回檢回去 玉盒包 比較不怕回檢的太過分 齁 如果是其他的荔枝 就不一定了 齁 玉盒包回檢的話 它還是OK的啦 齁 像這個是還可以再放 不過我們今天要全部採 齁 因為這個 離這個 大馬路旁邊 齁 有點危險 來啦 我吃一顆肉給大家看 好 你幫我爬一下 齁 那個 很長 很長 到我們之前在這裡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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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有兩缸就差什麼 兩缸就差什麼 我吃看看 我看到種子大不大 玉盒包一般來講是 種子是小的 我吃一下 齁 結束頂齁 生氣都沒了 沒了 只要一隻隻隻而已 一隻隻隻而已 嗯 這好吃 它的種子就是這種 有點膠和的 齁 這魚盒包的特色 這裡還有 一隻隻而已 一點點而已 齁 做一個紀錄 我們打算明年看有沒有辦法幫它 Double 那個量看可不可以Double 因為這顆還小顆 本來這顆是種在我們 我們住家外面的那個 那個美食袋裡面 那我們把它移植過來 種在地上 一樣齁 底下都有鋪一些花生殼 那 昨天呢 昨天有那個 好朋友 跟我們建議 樹頭的地方齁 不要有雜物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樹頭的地方會用 會用那耙子 把那些花生殼稍微移除 因為很容易就會被那個螞蟻 摳頭 摳頭之後就很危險 好一點點而已 所以在採摘很快 大概也快完成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記錄到這邊 我們期待明年的魚盒包 看可不可以更多 更大顆 好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好